第八十三章 明阳 所有人一片寂静 一招 仅仅是一招 在这一届弟子中已经闯出了明气的温氏阳就被生生轰飞了 先天道气在一瞬间被压垮 先天真气和后天真气相比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转化了三成的先天真气 事实上 已经有足够密度和坚韧度了 但是依然远远不是叶熙文的对手 在叶熙文的意境的辅助下 瞬间击垮他的刀气 所有人都明白 如果不是叶熙文收了手 那么温氏阳只怕会在瞬间劈成两半 宗规虽然比较宽 但是也没宽到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随意杀人的程度 起码叶熙文还没有凌驾于宗规之上的实力 不过只要不死 今天怎么闹 邵阳分宗的人都只能自厌苦果 又不占领 实力又比别人差 传出去也没人替他们可怜 只会有人说 邵阳分宗的人是真真踢到铁板了 最后也只会落到一个不自量力的评价 完了 真的完了 游想的更为深远的弟子按道 这次邵阳分宗是彻底在了 之后的宗内考核 根本就不用参加了 一定是完败意图了 这种宗的入门考核可不仅仅是一般的考核这么简单 事实上直接关系到以后各个分宗的发展 因为种宗是根据这些人的表现来提供对各个分宗的资源倾斜的 在种宗的眼中 分宗本来就是为种宗输送精英弟子的一个地方而已 当然是提供越强大的弟子 就越受到种宗的嘉奖 来年也就获得更多的资源的倾斜 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分宗都不惜血本的培养这些天才的原因 而没有了先天高手的邵阳分宗参加了 也只能成为别人蹂躏的目标 未战先败 可以想象 今年的邵阳分宗绝对会垫底 直接影响来年的资源分配 邵阳分宗之前到青丰山分宗找世儿的时候 也未必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两人的这次交手 直接确定了两个分宗这次大比的结果 青丰山分宗也会名扬出去 成为铁板 而邵阳分宗则成了软柿子 他这次要彻底扬名了 一个围观的弟子南南道 如同在平静的湖面 投下一块大石头 一瞬间掀起一阵阵的波澜 叶西文击溃了少阳分宗温士阳的消息 不过小半天的功夫就传遍了一百多个分宗之中 本来在数千弟子中 温士阳都不是最强的一个 只能说是小有名气 即便击败了温士阳 本也不该有那么大的反应 但是偏偏有人将看到了叶西文一刀 斩出了刀意的事情捅了出去 让叶西文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地 无数人目光的焦点 青丰山分宗的院落之中 叶峰活动着身体 本来他就是先天高手 恢复力非常强悍 再加上有叶西文给的诸多丹药 现在行动也没什么大碍了 相信在考核之前痊愈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一旁的叶西文和叶如雪两兄妹静静地站着 还有张阳 吴浩 前婉如三人也都在 青丰山年轻一辈的顶尖弟子都已经聚集齐了 外面现在到处都在传扬叶师帝的威名 一刀斩出刀意 只怕很多人要睡不着觉了吧 看他们还敢不敢小看我们青丰山分宗 前婉如很是兴奋地说道 青丰山地区 在整个大越国都是偏远地区 而在那里立宗的青丰山分宗 一贯都被人歧视 是啊 恐怕真的有人睡不着觉了 看来有人不甘寂寞地要催波助澜啊 叶峰叹了口气 说道 消息传得这么快 这么广显然不会是自行传播的结果 背后肯定有不少人在催波助澜 有人要搅浑这潭水 张扬也是皱着眉头说道 有人想让我们青丰山分宗成为众矢之地 借助众人的手毁掉我们 也不是没有可能 历代以来我们虽然也结交了不少分宗 但是敌人也不少 总之这事儿 里外都透着古怪 叶峰说道 不管是本来就传播出去的也好 还是有人推波助澜 如果我们想在这次的考核之中脱颖而出 这些肯定都是要面对的 叶锡文说道 很简单 管他三七二十一 统统打倒就是了 叶锡文的话语中透露着一种自信 什么阴谋手段 在强大的实力面前 都是浮云 只会被崔枯拉朽般消灭 哈哈哈哈 对 还是小弟说的对 管他什么阴谋 全部都打倒他们还能耍什么手段 叶锡哈哈大笑说道 既然有人想看看我们的手段 我们就让他们看个够 我们清风山分钟 也不比任何人差 叶锡文冷冷一笑说道 对 说的对 叶锡点点头 然后对叶如雪说道 现在我也没事了 可以料理自己的生活了 你也不用管我了 这几天还是闭关 想办法突破先天境界吧 到那个时候 我们又多一个帮手 叶如雪看了看叶锋 这才点点头 说道 好吧 他也知道 如果不突破到先天境界 恐怕也帮不上忙 他有叶锡文留下的先天单 突破到先天境界 比别人要容易的多了 没有先天单 即便是在总宗这种环境之中 要突破先天境界 还要费一番手脚 吴浩和钱宛如 都有些羡慕的 看着叶如雪 只可惜他们手上 没有先天单 虽然进了总宗 也能很快突破 但是总归不是一回事了 莫得 一个清风山分钟的弟子 匆忙的跑了进来 说道 不好了 外面来了一个 要挑战叶师弟的人 果然 来了 叶锋说道 这么快 张扬皱眉说道 走 去看看 叶锡文说道 叶锡文等人出了院落 却见一个白袍的青年 冷冷的看着叶锡文 这青年身材魁梧 眼眸之中 隐隐有真气在蹦见 浑身散发着冰寒的气息 犹如是一个刚刚从冰河中捞出来的冰人一般 看一眼都仿佛要被冻住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